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是吃公众号长大的吗 已经看了很多内容了 对吧 吃了很多公众号了 吃了有点过饱 对 但是我觉得你身临其境是另一回事 你跟什么人身临其境又是另一回事 对吧 我这日本也去过几次了 看音乐节干嘛的 但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对的浮光绿影 浮皮潦草的一些 还是跟沟通无障碍 比较懂日本的人一起去日本玩 收获是不一样的 就等大家了 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国内 尤其上海 北京 所谓的艺术书展也非常火热的 但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出门看看 不同的艺术书展这回事是怎样的 虽然说这次赖虎内海书展 它是第一次 但是作为整个日本来说 它的做这类型的艺术文化活动 是非常有经验的 以及有浓度非常高的内容基础在 是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我们去看 也可以看看 跟我们这有什么不一样 具体的费用包含什么内容 我觉得大家就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或者是我们的微博 就像希望大家像我们任性的 去了去钢山踩点一样 也任性的来一起赖虎内海散步一下 来吧 今天切正题吧 细心的听众可能发现了 我们其实每一期的节目的封面 其实都有很用心的在选 感谢杨老师 都选得特别好 它变成了一个节目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听友有没有感受到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在这方面 希望他能够传递到 我们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们每一期的封面 其实会根据我们的主题 去挑选一些跟内容相关联的 甚至是有一些延展的一些 艺术家作品 每一个都是艺术家作品 但是通过这样的画面 你可以再根据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内容 能够作为一个影子 引导你去自己再去做一些挖掘的工作 或者是某种意义上 就是他既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节目 同时节目也能够反过来 帮助大家去阅读画面 它有一定的开放性 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其实我们俩也一直在商量 说我们要不要专门每一期去 特地去讲一下这个封面 对上去主题是岗山 你又很精心的选了一个 岗山出身的艺术家的作品 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封面 而且这个作者遇到是很偶然 因为我之前其实完全不知道他 完全是因为这次旅行所偶然遇见的 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 因为整个旅程对于旅程来说 你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是特别美好的 而且你是可以 会给你留下比较深印象的 对所以就是说 我们干脆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作者 那有故事说 我们那天其实是 应该是刚到岗山的第一天晚上 光说天发现几个小的这个boost 这小展台 然后展台会展一些围绕当地的 这些创意人士 创意的作者来进行的一些小的展示 那么作品展示 包括一些手艺 比如说陶艺或者玻璃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墙面 做了一个小 非常微小的展览可以说 就挂了几幅 我们这次介绍了这位出身钢山历史家 叫尔岛圣太郎 尔岛圣太郎 那个作品都画布不大 最多也就A4吧 差不多 蛮小的 墙面挂了一些 然后基本上作品是 近物风景 非常安静 非常单纯 没有很多华丽的技巧 大概可以想象到这个作者的性格 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这样一个人 他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风景 或者近物在慢慢的输出自己的情绪 就是一点一点的很微妙的 所以他的画 你乍一看远看 其实没有什么出彩的 但是你真的靠近他看去 看他的品味 他的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那些 油彩的一层层的堆叠 他的那些细微的笔触 他那些就是他的一个情感抒发的一个通道 我觉得这就是 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最基本的一个 能够打动人的一个东西 开始做结论了 我觉得这就是跟你出去玩的好 因为我当时第一天在那逛的时候 我根本就是处于一个兴奋的 在各种找杂志的一个阶段 书看不懂吗 杂志可以翻 我在看杂志 看那些杂货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太留意画 他因为他太suttle 很收敛 很安静 在这个角落里 画幅又不大 所以我真的没有太留意他 后来被你给发现了 这一发 一发现一挖 内容还真多 而且他色彩就是 其实是掉 整个掉的是有一点点灰灰的 就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其实大家容易想象 而且看我们的封面 大概也可以想象 但我们封面那张是蓝天白云 是饱和度还比较好的 是他里面比较 饱和度比较高的作品 对 但是一旦你看完那些器物 抬头看那些画的时候 你会想要多看一眼 那这多看一眼 你就可能就能够 稍微品到一些他的味道 总在说他的画 其实我个人觉得 跟钢山整个给人感觉一样 就特别的 不张扬 特别内敛 这是如此 只需要戏品的一个作品 或者说一个城市也是这样 这差别太大了 你在哪个我们这边的书店里 能看到这种品质的 怎么说 艺术家原作 对 你能看点打印画不错了 一般也就看看海报了 你说小 其实很小 就那么几幅小画面 但是我觉得 这个本质上差别 还是非常大的 他们这些 这些小型的 在书店 或者是甚至百货店的 这种展览 从商业上来说 其实帮不了他们太多 对于书店来说 你说对艺术家来说 对 但是有这么一个展示的窗口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它可以让这些 钢山本地的年轻的创作者 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到一些不同的受众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对 双方的态度 你从展示就是很小 但是你就能感受到 双方都在用心做这件事 对 不是一个很匆忙的说 我们就做个活动 做个营销 做个营销 这样一个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日常 接着说说这个作者 其实我其实没多挖 然后你看过来就留心了 对吧 但你再跟我提起 就比较晚了 就是已经回来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回来以后 正好不是当时在书店 也买了一本 当地的杂志 然后我正好那天翻翻翻翻 翻到杂志里面 有一小段 专栏就介绍到 这个作者 我以为接到仓夫呢 不是 就介绍这个艺术家 二道生太郎 然后介绍到这个艺术家 就发现 这个艺术家挺有意思 就是 你说他学历吧 也没有是特别高 他就是 钢山县本地的仓夫的一个艺术专科学校 还是什么的吧 就毕业的 然后但是他去 法国还是哪留学过 然后回来就一直待在本地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很多日本的艺术家 或者是普通人 还蛮有自己的乡土爱的 很多人他可能即使出去过 他回来 他还是挺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这叫什么 也不是落叶鬼鬼 反正就喜欢本乡本土 本乡本土 而且是 可能是跟他的城市化进程 到了一定阶段 大家反而开始回乡了 而且毕竟真的 日本的 不管是乡村还是小城市 跟大都市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就生活的基础条件来说没有那么大 对的 人的认知的水平 各方面也是 就意识上 整个生活方式 甚至说没有差的那么大 但是就是小城市 相对大城市来说 整个生活节奏还是非常舒缓 其实更是 更适宜 所以这两年日本 其实也是有一个热潮 移居的热潮 大家可能开始往二三线城市走 甚至是有些乡村 所以很多日本的农村 日本有个税叫故乡税 你回家了不用交还是啥意思 不是 你可以给家乡 就无论你在全国哪里 你离开家乡 你可以交一个家乡的税 然后你会得到回馈 就是每一年年底之类的 它会 这个你的家乡的政府 会寄这个礼品 当地的土特产 而且这个土特产 其实当地特产 对都还不错的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 你不光可以教你自己家乡的 你可以教别的县的 对 你比如说我喜欢钢山桃子 我就真为了能够获得它桃子 我每年给它那个钢山县 交这个不相税 你就可以获得它的这个礼品 所以它也是一种政府的一种营销 真好 它可以获得一些财政收入 不是特别好吗 同时它也把它的土特产进行了一次营销 这挺有趣的一个方式 好 我不敢往这想 哎呀 好 这一块 我又忘了刚才说 跳回到哪了 没事 就是那个讲钢山 他回到本乡本土 对 回到本乡本土 对 所以他也是 就是这个作者也是 他出国之后 留学之后回来 又回到本土 然后他基本上所有的创作都是 活动的中心都是他的这个叫做钢山的仓夫 他是在仓夫对吧 对 他其实家是仓夫的好像是 好像是 OK 没关系 对 然后呢 就是说 但是他同时呢 他又爱出游 他一边是对乡土的爱 一边是对于外面世界的一个探索 就还挺有意思 十个远方 对 脚下都不 哎呀 我靠去 两个都不能少是吧 都不能少 太完美了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创作就是围绕他的这个出行来的 他的创作的这个灵感或者源泉 就是他每次出行 他每一年都会安排一个比较长期的出行 长时间出行 那这段时间他在当地做一些写生 或者做一些素材的采集工作 然后回来画 但可能我看到是大部分他都是 可能大部分的状态 画的状态是在当地完成的 就不是在海外画的 不就在海外出游的时候画的 所以他的出去出行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的行李是很轻装的 就背个背包 但是他会另一个油画箱或者一个油画架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一个艺术家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这老派没有什么不好 你说我们现在说很潮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反而现在是艺术家不太以这种出门写生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了 比较少见了 对 所以也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创作比较在当下来说比较有有趣的地方 但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不是他 对 去玩的仓夫你跟我说 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仓夫有个大原美术馆对吧 对 这个大原美术馆 我后来回来稍微查一下 还是米其林两星的 长得特别欧式是吧 特别欧式 就特别古希腊风 石料的建筑 石结构的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开对吧 已经闭馆了当前 对我们到了晚 我们对我们就是到了时候他已经到闭馆时间了 在他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大原美术馆的位置 一会儿我们会会把这个连起来是吧 仓夫其实是在钢山县 钢山市的西南边不是很远 也是钢山县吗 钢山县 就是应该他们俩就是钢山县第一和第二大城市吧 OK 因为我们去仓夫的原因是说 其实仓夫它是一个类似于 就在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历史古城 同时它有这个大原美术馆 大原美术馆还是在日本来说 也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一个博物馆 它历史价值是在于它是日本最早的一个收藏西方近现代美术作品的一个美术馆 然后有早到什么时候呀 早到1930年吧 好像还是1929年还是30年 反正就是开馆的时间吧 然后这个时间非常早 早到它几乎和纽约的莫玛是差不了多少 这是相当有前瞻性的 是是是是 对 就我走之前我跟你说 可以去仓夫一看 我说有个大原美术馆 但是我当时候因为也没有细研究过 我只是也是听别人说 或者就比如听我老婆说 那边藏了 收藏很多欧洲的这个艺术作品 我当时设想的是 藏的是非常老的 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这个 比较偏文物性质的一些一些作品 你是觉得它可能是收了很多文艺复兴还是怎样 对特别老 然后到了以后 我们那天到仓夫发现它那个美术馆楼 我也是那种感觉 就觉得可能是那样 古典了 有点西方古典 就非常古典了 你就没往现代甚至当代想 对 但是所以后来再一查发现不对 它主要是收藏这个近现代的 所以它里面藏了其实还蛮多挺重要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像莫奈的睡了脸 而且包括像梵高 赛尚 就是印象派那批 印象后印象那批 到后来包括马蒂斯 这个毕加索 什么亨利摩尔 罗丹 反正莫地尼亚尼 反正你能想到近现代的一些大师的作品 它都有藏 对就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之外它后来还不断扩建 因为他们后来收藏也扩展到说除了欧洲近现代 它也收藏一些日本本国和中国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艺术作品 所以说它开馆早而收了很多这个现在看是大师的作品 是的 但我觉得在当时不管开馆在何还是说它在选择收藏的对象上都是有一定前瞻性的 就是它的眼光很好 对的 这个背后有原因 对 因为一开始就刚才聊到说一开始对大原美术馆的背景没有特别了解 回来查了以后就发现它是当时是这样的 它当时为什么叫大原美术馆呢 就是创始人是叫大原孙三郎 他是个钢山本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 因为钢山以前是纺织业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 是一个产业 那么这个大原孙三郎他其实就是钢山的一个纺织业的一个大亨吧 是但是是放在当时是一个牛妈内是吧 应该怎么说吧 应该当时是一个牛妈内 然后而且他自己个人对艺术非常喜爱 所以当时这个美术馆并不是他一个人建起来的 他是一个相当于投资方 说说看 另外一个他的合作者是叫做尔岛虎次郎 又是尔岛 这就接上了 怎么接上的呢 这个尔岛虎次郎是我们今天叫尔岛圣太郎的曾祖父 那么这个尔岛虎次郎呢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 他是也是一个比较其实比较偏油画家了 但是他也画些果画 或者说日本画吧 所以当时是这个尔岛虎次郎他是 也是钢山县本地的人 其实是仓夫人吧 然后他算是年轻才俊 然后就被这个大元孙三郎看中了 看上了 搬牌子了 对 然后大元孙三郎真就是搬牌子 大元孙三郎就变成他的资助人了 那个年代艺术家资助人还是 特别在日本还是很少见的 这种现象不多 对啊 那时候多新啊 我以为他跟中国似的 郭德纲说的好嘛 哪有君子不养义人呢 所以当时这个大元就很厉害 就一直自助这个尔岛虎次郎来进行创作 那么同时呢 因为两个人特别投机 聊得特别投机 就想说咱们弄个美术馆 然后他就委托了这个虎次郎 就去收集一些作品 因为这个虎次郎也是比较早去欧洲有留学过 开过眼界 而且你想那时候能跟西方交流的人也还是有限嘛 对 他既然在欧洲留学过 他好像是在比利十二呢 对会法语吗 然后所以跟法国 对吧 能交流嘛 他就当时是去了 多次去往返了欧洲和日本 就转转跑到欧洲去 去收了一些画 好像据说 只能说据说 没有考证过 就说他那个莫奈的画 那个莫奈的那个税帘 是他就直接从莫奈那边购买回来的 从他画室里买的 对对对 直接搬回来的 跟莫奈本主买的 本主买的 据说是 OK 对 所以刚才你说到他这个当时他们这个很具前瞻性也是的确是 所以他不光是因为他说近现代正好是跟他是同时代啊 所以他说了其实很多当时跟他同辈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对 对这个还是真的是蛮厉害的 就是还没有人盖棺定论说这个就是好的 这个就是甚至说艺术市场肯定他的 当然有可能啊 当时有些艺术家是在欧洲 是比较受到欢迎的 或者正当红 正当红 有些有可能 对 但是至少他没有被 还没写进艺术史嘛 那肯定 对吧 所以 打个查 那这种是不是跟这个走走烫的老板买东西 你觉得有什么异同了 嗯 我说到插一下 我再插一下 猪走烫的老板谦责把他的公司卖了 啊 最近吗 嗯 就前前周上一周啊 整个卖掉了 整个卖掉了 哎呦 就准备去外太空了 嗯 就准备准备他专心准备外太空 这么牛逼啊 然后肯定是 呃 应该是说他 呃 嗯 后面应该是还有别的商业项目会去做吧 嗯 就是说 借着这个机会调整一下 嗯 就是我 对 我看了他呃 看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就是说他首先他就是觉得 他做这个Zotown最开心的是这刚成立的那几年 嗯 就是一直是在 创业的那种感觉 是特别新鲜 特别好的 回忆 嗯 现在到了这这么大规模啊 觉得就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可控啊 嗯 可能也是觉得想要做些新的东西 嗯 新的尝试吧 嗯 另外就是说 嗯 有些评论说他很聪明 是在他Zotown这个商业开始走下坡 刚刚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就把他出手了 干净脱手掉 干净脱手掉 嗯 嗯 就这种不同的说法吧 嗯 但是随便说啊 Zotown以前给我的印象是一个 怎么说 它带有一些另类色彩的一个 适合年轻人 有一些亚文化色彩的一个平台 对 是非常妙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这个老板的个人的个性 对 嗯 但可能就越多越大 他就 对的 东西一大就很难保持原有的味道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肯定也是 这个Zotown老板 嗯 想要放下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嗯 稍微给不知道Zotown的听众 讲一讲Zotown是什么呀 举的特别俗气的话是 日本有货 有货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比日货早多了 我真不想这么比 真不想这么比 那怎么比好呀 对 嗯 他就是一个网上的时尚的服饰品牌吧 嗯 不是平台吧 服饰品牌 对 他是不是有自由品牌的 他有自由品牌 但是他 更多的应该还是一些 挑选商 挑选商 对对对 对 是非常早 嗯 零几年我忘了 反正挺早的就做这个事了 而且品味感觉当时是看整个文化氛围不太不太一样 但是品味不凡的感觉 是的 嗯 嗯 嗯 对的 这这一下发展这么多年 对发展这么多年 嗯 之前还一直挺红火火的 嗯 就这两年突然 感觉看到他有一些这个动荡 嗯 就说他之前卖一些他自己私人的收藏 嗯 哎 那你还没介绍介绍他收藏一些什么 他这个收藏家 对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Zotown 我们稍微接下来这个Zotown老板 对 Zotown老板 钱泽 呃 全名 忘了不管 不重要 嗯 这个钱泽 钱泽他其实之前有经常出出现在新闻里 包括全世界各地 甚至我们国内的新闻也有出现过 有 呃 因为几个事 第一个是 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当代艺术的一个藏家 嗯 也是现在目前日本特别重要的艺术 当代艺术藏家 嗯 藏了 家里反正藏了特别特别多知名的艺术家作品吧 靠斯 对 靠斯之类的 那么之前一次比较出名是当时就前两年吧 嗯 拍了那个巴斯奎特的那个一幅作品 嗯 是非常一个非常高的天价 嗯 拍得的 嗯 嗯 整个对 这两年就是巴斯奎特真的是被 嗯 是夸张点被炒上去了 嗯 对 就是有点依稀想起来了08年被炒得非常热的安迪沃 对的 嗯 人家市场上这个巴斯奎特这两年不错 嗯 巴斯奎特不知道为什么市场就是还是把他有点往这个潮潮流这块 潮波谷 嗯 这块去引导 就是他有一些这个涂鸦色彩 涂鸦色彩 对 嗯 所以这两年这个比较偏潮流艺术家都被推的比较厉害 嗯 这资本的运作嘛 其实这个真的跟艺术建厂没有那么大关系 嗯 好 但其实这个潜责他本身也是事业比较成功是 算是亚 不是亚洲了 可能亚洲也排得上号吧 可能是日本的排名前几的首富 应该是吧 嗯 对 他之前一次受到新闻的关注是因为他那个呃要去外太空 嗯 就是那个谁的 马 马 埃隆马斯克 埃隆马斯克的那个呃月月球 是是月球吧 是反正是宇宙项目 宇宙飞行项目 他一直是说他要去去火星 但是这次就是载人说要去外太空 我我其实不记得他要去哪里了 对反正是去外太空的这么一个旅行的项目 当时是 潜责 嗯 拿下了这个名额 对 嗯 也是个非常巨大的金额吧 对对 嗯 也是引起了一些轰动 所以他经常在一些这个 我觉得蛮前卫 蛮前卫的 还有蛮前卫 嗯 特别是作为一个 日本的 企业家 其实日本企业还是还是比较含蓄的 对 相对来说性格保守 相对保守 不张扬 对 他算是在里面特别张扬的一个了 这个蛮有争议的 也是蛮有争议的一个人 嗯 所以就是说他 他 你觉得他跟大元 他们在收藏上 是不是 有种快的时代同思路呢 还是其实是不一样 多少有点不一样吧 因为 潜责现在说的 基本上还是已经 成名的一些艺术家吧 嗯 我感觉上 我大致 看到过一些报道 他说的藏品 好像都是已经是 虽然是当代 但是也不是现在的 你的意思 比如说巴斯奎塞 那是已经就是离世了 东西作品数量都确认 价格也相对 对的 所谓市场价格 已经有个前期的铺垫了 嗯 但是我记得他好像还是对 当下的这些艺术家 也是蛮关注的 他也经常会去一些艺术家工作室 嗯 会去拜访 然后他特别喜欢跟同时代的这些 生活在同时代艺术家去聊天 嗯 他觉得跟艺术家聊天非常有趣 能获得很多新的灵感 也提供给他的这个 在这个商场上 能提供很多灵感 嗯 这是他特别爱做的事 所以我相信应该年轻作者 他应该也收 嗯 你怎么能光聊天啊 对 也对啊 对吧 不花钱的粉丝都是耍流氓 就是他既会收藏一些当下的 正在成长中的艺术家 但也是已经成立的 知名艺术家作品 他也是收藏的 对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倒真的是也是有相像了 跟大员 行 我们就聊回大员吧 这差大的 这差一老圈呢 得了一老圈又回来 好玩 没事 所以大员 大员孙长郎 回到仓夫的大员 回到仓夫 嗯 回到仓夫 就是他们 大员孙长郎和这个 二老虎子郎 嗯 都是狼 都是狼 二狼 二狼身 哎呀 又拐到零件的 哎呀 不能管 两个狼 他们二狼就 建了这么一个大员美术馆 嗯 所以就是 聊了半天绕回来 就是大员美术馆 在 日本来说 就是西方近现代艺术的收藏 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标杆吧 嗯 当时是日本 整个日本连这种美术馆都很少 哦 他早到这个程度 嗯 就他还远没有到这个泡沫经济 嗯 博发 然后这个 没没没 做豪门 各种买欧美 艺术品的时候 对啊 二几年三几年 那时候拿泡沫经济还没 还早呢 那是战前就开始了 是啊 其实是 对啊 嗯 是 还是还是蛮非凡的 牛马里 对啊 你看他的位置不是在 江户什么的 嗯 当时是叫东京 还是江户 嗯 应该已经叫东京 已经到东京了 对他不在东京 也不在大阪 这类的地方 对的 嗯 这也是之前说的 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乡土爱 乡土爱 他们就是想把自己的 因为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嗯 他觉得是 岗山这块土地养育自己 他要的一些财富 是要回馈给这个面土地的 哎 所以他建这个 这个美术馆 其实是有一些公共目的的 嗯 他是希望就是本地人可以 很近距离的观赏到西方 呃 正在发生的一些艺术作品 真的了不起 特别了不起 我看到 对 因为我看到当时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那篇杂志上 其实也有写到一点点 嗯 他就提到这一点 他其实是有 有这个初衷的 嗯 我觉得真的是 在那个年代 能有这个分享精神 还是非常的了不起 这个是 现在叫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对对对 那我得打着手一打着杂 你觉得龙做的是不是类似的事 挑战性可能就没有在那个时代 大元的那么那么高了 嗯 没有那么当时当下 那可能相对来说外滩还接近一点 嗯 感觉是目前的状态感觉啊 嗯 好 不差了 好的 哎 回馈了家乡 真是人民的好榜样 为了押韵 胡说我老 那我们还是回到尔岛吧 尔岛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他这个重要的角色 算是一个艺术顾问 这样的角色 帮助美术馆挑选艺术品的这个角色 有什么固有名词吧 有什么专有名词 就是这个 当时可能还没这个专业 是不是啊 感觉是可能已经有这样的分工 但是可能还没有在专业上 有他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吧 这个可能就 我们就不是这个专业人士了 这个我们就不瞎说了 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吧 嗯 至少这个组合很清晰 就是说呢 大元作为当地的富商 他出资 对 而这个尔岛呢 作为一个了解艺术的人 他来筹办 或者说操刀整个美术馆的这个藏柄的组成 是的 是这个结构吧 是这个结构 而且非常可惜 非常遗憾的一点是 其实在这个馆正式开展前 这个尔岛虎次郎就离世了 是这样 就因病离世了 而且很年轻 47岁吧 蛮年轻 蛮年轻的 好像是29年离世的吧 然后那个馆好像是30年开的 当时也是开馆 也等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他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那他这个收藏的这个方向 后来有延续下来吗 嗯 有延续吧 嗯 但是后来 他逐渐也开始收一些 呃 他其实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馆 就也经过几次扩建 比较 其实比较大了 嗯 他包含欧洲的这个欧美吧 嗯 因为美国后来他也收 什么波罗克啊 什么这些他也收 嗯 但是到这也是延续的 所以他一块馆是这个 呃 欧美的这个近现代艺术作品 嗯 然后他还有一部分 这个古埃及的 呃 一些偏文物类的一些 美术类的美术作品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呃 日本的 嗯 本土的一些呃 应该也算近现代艺术 嗯 然后还有一些中国的 嗯 对 然后而且亚洲这部分的话 他种类比较比较多 嗯 除了绘画 他也包含一些呃 陶艺啊 书法啊 什么的 他也收 嗯 所以感觉那个馆是收了不少的东西 应该是好东西不少 不少的 感觉 对 所以我们不是那天去看他 看他那个展 海报不是没有什么特展吗 嗯 然后我回来查的时候说 他其实是一般也没有 不会有什么特展 因为他自己产 产品是非常多 嗯 所以他有时候作为本地人去 呃 有这么一个美术馆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 嗯 你每次去 他会跟定不定期的更新展品 嗯 所以你每次去吃会有一些偶遇到一些 新东西 嗯 对对对 就不是说你想我今天想要去大运美术馆 我就是要看睡恋 嗯 你不一定能看到 哦 是这样 对 对所以就让人会反复的去想要去 嗯 嗯 进入这个美术馆 嗯 他一直有新鲜感 就是这个特别科学 然后这两个人的组合 是不是也比较有趣 对 首先两个人就是非常 非常信任 然后两个人关系 一个是自助者 一个是一个 即使本身自身是艺术家 同时也算是一个 艺术的 怎么说 策划人 就叫他策划人 其实他相当于策划了 当时的整个当院美术馆 对啊 所以我当时你跟我讲了 这个我就开玩笑说 这个上海怎么就是 没出来一个 也不用特别富有 一般富有就可以了 找老杨来筹划 做一个有趣的美术馆之类的 评价 这个太高过了 你觉得你选不出来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我选 可能会选一些 因为全世界挑网红 这事不难 但是全世界挑有意思 但并非大多数人 都知道的艺术家和作品 这件事是考验人的 也是需要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是的 所以有财力的朋友们 如果在 广告就坐下了 不坐白不坐 我觉得这失调 是个事 不是说失调路 这是个事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妨考虑考虑我们聊聊天 做一个有趣的 不太一样的美术馆 挺有意思的项目 挺有意思的项目 但是也是有巨大的挑战 肯定会有 但这件事 我觉得也不用做的特别大 对吧 但可以做的有趣 我觉得上海 还是可以再有趣一些 或者没关系 不是上海的 有志做这件事的朋友 在其他城市都没问题 可以的 广而告之就公告一下了 不能搂着 没人知道 对好 接着往下讲 讲到哪了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组合 其实我之前是不了解这种组合的 你讲我第一次才理解 出资方要有信赖的 整个策划的人 但其实放到现在体系 我是能了解的 因为整个博物馆体系 或者美术馆体系 我在美术馆也待过 它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说从一开始 一个new money 看中了一个人 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这样把钱交给他 来筹办一个美术馆 像那个开始的过程 一个初出的过程 我是不知道的 初出有限公司 对吧 我早知道给你却上了 厉害了 发奖牌了 对 这个过程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有趣的 有些是坚持难 但有些是真的万事开头也难 你要把它怎么基于这个人的信任 和眼界 见识各种方面 让两个人走在一起 把这个事做成 不容易的 真不容易的 还有什么可归的东西可以分享 因为阿拉伯次郎 他自己的创作 他自己的创作 其实也是说出行 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其实也去过很多欧洲 然后也来过 也去过一些亚洲 比如说像中国 包括朝鲜之类的 所以建设很广 所以这个大员才非常信任他们 但是就作为个人艺术家来说 他也是特别喜欢去 就充满好奇心对世界 就会到处去游历 然后会做一些个人创作 游历呢 他是个摄影师 好梗 没事 接着来 然后所以他这个习惯呢 就会 我觉得是对他的后代 是有一些传承的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他的 比如说他爷爷 然后爸爸这一代 是不是也是 这是不是算艺术世家 艺术世家 你还真说对了 然后而且他们这一家 还有个有趣的 就是跟中国是有渊源的 还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二道虎自郎 他们那批艺术家 就是我们之前早在这个 《雄狗手衣》那期 其实有简单聊过一些 日本的美术的发展史 他有一个阶段 其实是日本的艺术家 是一边吸取西方的 这个绘画 西洋画的绘画的东西 精华 然后同时他们对于中国的 这个文文化 或者水墨画 也是非常向往的 或者是非常喜爱的 他们也同时在吸取 中国画的一些东西 那么所以像二道虎 次郎这一代艺术家 也同样是一样的 延续了这个潮流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艺术作品 也是非常向往的 不自然因为喜欢 吴昌硕的作品 然后就当时是 三十多岁时候 就有机会来到中国 而且亲自拜访了吴昌硕 跟吴昌硕当面是有交流 并且请要他很多 关于绘画上的一些 想法 就是获得的一些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就很厉害的是说 他不仅是从去西天取经 也来这个东方取经 东土的东土 就是有 他其实是一种连接的作用 特别好 那么再说回到他的 这个最年轻的这一代 这个二兆圣太郎 他也是 他因为之前聊 他喜欢一边出行 一边写生 做创作 他就是来过中国好几回 而且是比较长期的 去游历中国 他可能分片 第一次是去东北 然后去华中 然后去华东 华南 就是非常深入的去 了解中国 所以呢 这个大元我们讲的这么开心 我们也没有去过 对的 但是我们是在门口 看了一眼 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 那么就等着大家跟我一起去了 期待的 大元美术馆所处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仓夫的美关地区 美关地区 然后整个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街区 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古色古香 跟京都的街道的那个古色古香 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的建筑的格局 建筑的那个样式不太一样 老的不太一样 甚至有一点点接近 中国的水乡的那个样式 是的确是 我也是有这感觉 这一接近 在一比较心里就酸溜溜了 很讨厌的 因为京都它其实它的那种老街 它是因为它是皇城 那么仓夫 它是当时是江户的粮仓 所以它是特别名家的那种感觉 一个是官方的居住的地方 一个是民间居住的地方 所以就还是风格上的差别 对 它更体现出民间的自主性的那种感觉 但又没有奢华感 没有那么追求奢华 京都的店 它有它相对来说奢华的一面 也有它体现出低调奢华的那一面 但是仓夫的好像就更平易近人一些 那种日常感不太一样 它那种旧的古朴的日常感不太一样 大圆就藏在美关地区 对的 很美的一个旧旧区块里面 旧的街区里面 这些古建筑都是围绕着那条河 特别有那种水乡的感觉 对 小桥流水的 怎么样 这个儿岛还有什么想分享 就是说是选择它的画作为一个封面 想要说说它 也并不是说希望说 哇这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好美啊 美美的 大家也都要这样去做 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浪迹天下的生活啊 对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还是应该在 因为我们平时 我们说日常 我们自己的日常 或者在国内 你的工作生活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我知道了 其实你就是像我们那天说过的 关于生活方式的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你其实你看到了他的画面 你是看到了他 也看到了他的 一部分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他的介绍 甚至他的网上的SNS 体现出来他的生活 过得很自洽的一个人 但是你又不能小瞧了这种东西 就是他不是一个网红式的 展现出一种虚幻的 一种享受生活的东西 对 以至于然后 他每条Insta大概只有几十个赞 然后 在勾引你做一些相关的消费 然后让你幻想 你也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他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你是真的是生活 对 而且会遇到你自己 具体的问题 你要想办法就是解决它 对 然后维持你最想做的这个事情 是吧 是 而不是说 总结太对了 他不是一个拿来被消费的 一个生活方式 是一个真真切切的 是在生活的生活方式 而我们现在 就是80后比较明显 就是特别硬式 这一代 读生子女 特别硬式 就是一个硬式的生活 小时候就是 你怎么说的 就一直上学 什么都是 我们这代就是家里面 就是觉得 读书最重要 读书 你有一个好的文凭 你未来的工作就会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除了学习以外 你可以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去管 我们家里可以帮你解决到其他事情 你的工作就是要好好学习 考个好的大学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是不是经历到 反正我们确实当时是这样 你比如说不能看贤书 不能看贤书 就是你要去搞个什么文学书 看都会被说 你在看贤书 对吧 那更不要说去什么 看个漫画书 打个游戏 那绝对是 绝对被禁止被反对了 是吧 就是特别开通的家长 才能网开一面 我觉得就是造成了很多 其他部分的缺失 就是这个缺失就是 很多了 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活的一些 基本的能力的缺失 比如说你对于一些 怎么说 感受上的缺失 就对于情感的一种缺失 你小时候情感的味蕾没打开 很多事不懂 这就绝对影响到 我个人是觉得绝对影响到 现在就是特别是 像我们这一代人 他对于艺术的一个感知 因为他的感官没打开 对 他看到艺术 他会带着一个非常重的沉溅 就觉得艺术应该是 艺术家都应该是这种 是吧 天马行空 生活不着调 是吧 拉拉踏踏 就是这样 就是艺术家 这已经画好一个标签了 对于作品也是 这画的是什么 先来问这个 而不是说 我先打开自己的感觉 是说感受一下作品 他的可能美术审美 还停留在小学课本的那个水准 包括音乐也是 对 就是感受上严重的缺失 这也是一部分 你是 最近是进了哪个同学圈了 初中同学圈 然后发现了可怕的现象 对吧 对 就大家觉得 因为我一听说 我还是做艺术相关工作 就会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说好羡慕你 你小时候就是擅长画画 长大了还做一样的工作 都这些同学 我应该是毕业以后 就基本上都没见过了 都没有联系过了 然后这是一种声音 就是觉得好羡慕 就是觉得很佩服你 这样 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 你这都老大不小了 就还在 还在做这么理想化的事情 还是要多考虑考虑这个家里 是吧 有气有儿的 山下楼小小的 是吧 就是有一种 这种 其实也算是一种担忧吧 就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界定 生活方式的理解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套 对 我觉得可能现在小孩也能 也能听得懂 也能听懂 就是应试考试升学 找工作成家立业 完事 把孩子拉扯大 对 孩子应试考试 升学 成家立业 把孩子拉扯大 完事 那其实是社会有些改变了 但这个价值观 应该大家都能理解的 我们那一代确实应试特别重 所以导致 我觉得 我反正找同龄的人去聊一些事 是挺难的 是吧 我觉得是蛮难的 但我是 我 那你觉得 这个 这种 怎么说 比较差距了 这种 差别 差别 是 是从什么阶段开始产生的呢 我觉得可能 离开 大学之后 真的是蛮难找到人 聊一些兴趣的东西 我其实也在想 我觉得可能 大学是一个 这个 比较 温水岭 温水岭 这门一出 大家就社会人去了 所以就没有 很多东西都 就放掉了 而且社会大染缸嘛 对 对 我就那天提出这个概念嘛 就是你 小时候 上学的时候 是一直 强调 你要 应试 应试教育 然后去考试 你生活是应试的 等你进了社会变成 为了生活 你变成硬活 硬活 对 你的生活方式就是硬活 怎么能活下去 能活得让别人看 还行 还行 就这么活 对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硬活 感觉特别硬活 对 所以我们那天躺下 其实就觉得 现在就是这种 社会上的 对于 就社会的宽容度特别低 对于不同的 不同性格的人 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宽容度非常低 就是虽然现在我觉得可能年轻代是有好的 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这一批还是说大家会有一个对于所谓生活的一个固定的城市化的东西 就这条通道就是 就这么长 就这么来 大家都在都都该往这条路上走 对 我是觉得希望肯定在年轻人身上 而且大家又讲日本日本的影视作品有很多不管是电影电视剧都在体现接纳新的生活方式这件事情 最近特别多 最近特别多 大家今天开始平静的那什么风平浪静的什么闲暇 对 包括之前的那个我要准时下班 对 都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吧 而且这些年其实一直都有 我想说年轻人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就是外来文化或者自身本来有这个欲求 他会他会试图摆脱一些一些既定的东西 就是往这个参差多态走 但毕竟有些年轻人的家长就是我们这这种样子的人 是吧 对 或者更老一些 比我们的思维更固化一些的 所以他肯定会遇到就是现有的社会状态的一些一些阻力吧 这就就考验年轻人了 但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咱俩存在的意义是吧 作为一个案例 作为一个案例 对 13点案例 对 其实我们还是没给大家介绍过 就我们其实除了做这个播客节目以外 我们还是有另外的工作 我们我们其实也是 因为之前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艺术相关的工作吧 版画发行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做艺术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在中国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对 因为当时想说做 就是不管伟不伟大吧 反正当时想在国内做这个事 也是除了一个是自己的专业 第二个是说这中国真没有啊 是我觉得有一个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说 大家特别爱扎堆 这个东西火了 在啪阿全都做这个 奶茶火了啪阿全开奶茶店 炸鸡火了啪阿全开炸鸡店 你背后也有资本的 对 当然有资本 对 但是也是有很多 有跟风筝 所以我当时想说 我一直学这个 本来就学版画出身的 而且 真的是 越学越觉得有意思 第二是因为有契机 是说 其实版画它本身 也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就是它是作为一个传播的手段 作为一个艺术的 艺术出版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 来传播艺术或者传播艺术家 这样的一个事业吧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而且是国内没有 那干嘛不自己做呢 对吧 所以才说开始做这件事 对 这个想法 当然我们这个 也其实之前虽然做过 但是因为 也中间调整过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重新想 把这件事情 还是继续能够做下去 并且能够达到一个 自己觉得还比较 正确的方向上 走下去吧 对 这真的是一个探索 我们很难找到 相似的案例 来去借鉴模仿 都很难 特别是国外虽然有很多 但国外的案例 真的很难借鉴 就是环境不一样 所以说我再跳过来一点 就是说 我们的这边的 中国的年轻人看到 比如日本的一些影视剧 日本的一些生活方式 希望借鉴 或者甚至欧美的生活方式 希望借鉴 但是就常常可能会在这里 遇到一些困难吧 或者发现很难 很难实现它理想化的 或者它看到的那些模板 因为现实环境不允许 或者说现实环境 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包容性和支持 那你要做的东西就更多了 这个就比较 确实大家会比较难 我是非常理解的 所以可能大家要需要找到同类 要互相抱团 抱团取取暖是吧 之类的 我们也需要抱团取取暖 对 所以大家赶紧抱抱 抱抱我们的团 抱团 我们就取暖 又不弄钱这事 是吧 真的是福利粉丝 又被人卖广告 对了 但实话实说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也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结识 然后出行 是的 人生美妙之遭遇 不就是遇到一两知己 咱也别知己 反正就是聊得来就不错 对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相遇 这个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 不管是遇到人 还是事 还是物 都是特别好的 那么旅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给自己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去遇到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人 所以欢迎大家来抱团 抱团 要死了 又要回广告 好了 那我就广告开广告节 广告开广告节 那你还有啥要跳的吗 真牛逼了 行吧 其他的咱有空再细 再见风插针的再细聊吧 关于这些所谓生活方式 这些东西 是的 反正就是我们想找朋友吧 能资助老杨来开美术馆呢 就来 能资助我们来做这个绑画 这个事业的就来 对 对 很感兴趣 我们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对 就是有相关的机构来 一起来对艺术感兴趣 那我们这也是一个方式来帮助年轻的艺术家 对吧 帮助一些我们这是可能的儿岛管他起了 是吧 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成长 让这个社会 就让我们这里多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生活的可能性 是不是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 如果我们成立了 那跟我们相关的人 他们的生活也是成立的 是 嗯 好了 那我们怎么说 最后 结尾就放手这个十本豪美的 就是来自日本的 但是东京一大毕业的 齿巴演奏家 是吧 齿巴演奏家 因为风格还是蛮融合的 就是 对 他其实是 翻唱 他不是唱 他就是 翻奏 翻奏了很多流行音乐 很多音乐 而且挺知名的音乐 嗯 所以我们今天结束就放一首 他翻的这个美美的歌 嗯 嗯 叫Take it off 反正就取掉大家很熟悉了 是 但是很快快 对 大家换一种风格的音乐 来听听看 嗯 嗯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 和阳 嗯 和阳融合的这么一个 呃 音乐中 结束我们今天节目 好 好的 嗯 拜拜 等待大家报名哦 9月30后 截止哦 就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